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配的男友小帅此时捧着花出现在眼前 小帅就和他的名字一样帅气又多金 父亲还是一家医院的院长 简直堪称完美的对象 但是就是有点高冷 在交往了一段时间后 小白觉得他十分不在乎自己 于是使出了浑身些数向新小帅的注意 可小帅依旧无动力中 沮丧的小白找到了水哥 低落的他向水哥倾诉着自己的苦恼 水哥激励他 喜欢就去追呀 于是小白就真的来到了小帅家 小帅的父母对他那是各种挑剔 在小白不知所措时 小帅出现了 并且十分慢地带走了他 小白也因此对他提出了分手 然而小帅却按捺不住了 他告诉小白自己的高冷都是装的 因为不满父母和政府干预他的人生 所以才有了那番心理 但是在两人的交往中 他发现自己已经爱上了他 自此两人正式地恋爱了 小帅也瞬间暖男附体 真是甜蜜的 要溢出来了 水哥的生日快到了 小白拉着小帅去帮他挑选生日礼物 结果小帅醋了 小白觉得他这是在乎自己 非常开心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了 为了让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关系融洽 小白把两人同时给约了出来 希望他们能做朋友 真是为小白的智商堪忧呀 看着你弄我弄的两人 水哥的心里也是在滴血呀 之后小帅和水哥进行了一场 男人之间的谈话 水哥抱怨小帅对小白很是忽视 小帅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也对小白越来越好 最后跟他求了婚 并给水哥发的清甜 此时的水哥像是消失了一样 根本联系不到他 一次偶然的机会 小白得知水哥得了重病的消息 此时的小白满脑子都是水哥 他会想起两人的点点滴滴 顿时领悟 原来他爱的人是水哥 他的心纠结着 小帅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给了他一张机票 成全了他的幸福 影片的最后 小白在机场追悔了水哥 并表明了心意 两人幸福的拥吻在一起 影片也到此结束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包办婚姻 你会接受吗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恋爱仅止的世界》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